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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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月的财务报表 大家有什么看法吗 董事长 我先说两句 我们财务部 这个月的财务报表 真的很吓人 流动资金非常吃紧 已经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转 报表一目了然 我看得很清楚 今天公司投资了两个大项目 用心了所有的资金 并且出现赤字 现在啊 每天在正常开始 都需要大量的资金 而这两个项目 投资回收期很长 再这样下去 我担心资金链一旦锻炼 会脱跑我们的公司 蒋总说的问题非常重要 俗话说没有武器 是打不了胜利 根据公司目前的现状 我有个提议东西 请说 我认为应该把其中的一个项目 转包出去 以确保我们的资金安全 与公司的正常运转 不行 这两个项目 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心血 好不容易才拿到手的 其他公司只能望洋心探 根本拿不到 这么好的项目转出去 你们怎么想的 公司资金再有困难 也只能另想其他办法 这两个项目 我绝不同意转出去 大家看看这样好不好 既然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不如咱们先把这个议题放一放 大家都好好再想一想 以后再做决定 董事长 我们先进行下一个议题吧 你说呢 好的 因为困难就不做项目 把项目转出去 他们怎么想 我知道 你对这两个项目寄予厚望 可是我觉得 他们分析得也有道理 我们公司现在周转资金 完全达不到做项目的要求 你的意思 你站他们那边 我当然是站你这边了 我只是在想一个问题 资金出现问题 可以想办法解决 但如果人心涣散的话 那就很麻烦 很难解决的 什么叫人心涣散 什么意思 我无意中 听到两个部门经理聊天 他们说我们董事长 现在独断专行 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还说有跳槽的打算 因为对公司看不到希望 好啊 叫他们多走 好巧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项目是要做 但是现在更重要的事情 是安抚人心 一旦有人跳槽 就会带来连锁反应 到时候你想补救都补救不了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难道非要转包出去一个项目 才能摆脱目前公司整困境呢 你看你 三句话又聊回来了 陪你出来走走 就是想让你放松一下 没准呢 你把整个精神状态啊 给放松下来 人状态一好 主意就不请自来了 对不对 放心吧 我放松了 你这样就放松了 不是这样的 来 我教你 跟着我啊 吸气 吐气 吸气 吐气 乱脑都走开 阳光无限好 是不是觉得整个世界都美好了呀 你还别说 你这个带式放松法呢 还真有点效果 我感觉有点 灵光乍现的意思 我有办法了 这么快 你有什么办法了 先不告诉你 明天我找晓慧先谈谈 还保密 你的气色看起来好多了 是吗 这心情好了 气色自然也就好了 倒是你 怎么看起来这么憔悴啊 怎么 公司是不是最近很多事啊 确实比较忙 忙你还有时间过来看我 你要是有什么事 你就直说吧 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你说 我想把公司的股份 拿一部分出来 分给那些有工之陈 你怎么突然有这样的想法 最近拿了两个大项目 所以把战线拉长了 资金出现问题 导致人心有些换散 那你是想通过股份 来拉拢人心 这是目前我能想到的 唯一的办法 可是好强 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最难揣测的 就是人心 最难拉拢的也是人心 所以我想用我的真诚 换来他们的忠诚 我劝你还是冷静一点 这公司的股份意味着什么 你比我更清楚 你说如果这个时候 别有用心的人 想趁虚而入 那给公司带来的 可是灭顶之灾 如果公司管理层离开 同样会使公司动荡 有股份在这里握着 我希望他们能把公司 当成自己的来对待 那看来 你已经下了决心了 但是 我把宠话说在前面 我的股份是不能动的 你毕竟是我爸留给我的 我不会动你的股份 好 那我也不多劝你了 但是我还想告诉你一句 公司 毕竟是我爸的心血 我不希望他回了 老蒋 你看一会儿这事 怎么跟浩江说 毕竟他平常对咱们不薄啊 我们现在 都是上有劳下有小 与其等着公司倒闭之后 再四处碰壁地找工作 不如现在做个顺水人请 还显得有面子 等到了华龙那边 姚军才还能罩着我们 我始终觉得这事有点不地道 咱们是公司的老联工 公司有难 咱们应该与公司共动难关才是啊 老公 咱们要是再过上几年 到了退休的年龄 那就无所谓了 这好工作不如留个好名声 咱们能保个晚节 可是 咱们现在四十来岁 正是一起风发的时候 咱们不能不替自己着想啊 这俗话说得好 水望低出流 人望高处走啊 赖总 今天这个会议董事长来不来啊 既然是董事长提出要开这个会 他一定会来的 可是我们大家都等了半天了 他怎么还不到啊 是啊 您二位别着急 董事长说他那边有点事情要处理 处理完就马上过来 大家别着急 先坐一会儿 董事长来了 董事长 各位 不好意思 久等了 我知道的原因 是我今天的会议目了 张律师 那是吧 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仅代表公司董事长 沈浩强先生 为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为了给公司留下有识之事 沈浩强先生特意 把自己名下的股份 拿出来一部分 分赠给大家 拿出来的部分股份 占公司股份的百分之十的份额 下面我为大家详细地说明一下 副总经理戴玲玲的股份 占百分之三 销售部副经理沈浩盛先生 占百分之二 总工程师张云山 副总经理孔连顺 人事部经理刘玉峰 财务总监蒋立伟 各占百分之一的股份 销售部经理 销售部经理毛春波 占百分之一的股份 占百分之一的股份 以后的邦力集团 是在座的各位股东的了 有各位在 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 我都感觉很踏实 也很安心 我相信 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 我们邦力集团 一定会渡过难关 我还真是没想到 董事长他能这么做 我也没想到 董事长这招 真让我有点感动 老公 你现在怎么想的 我认为 董事长对咱们这么信任 以器重 要是再要耳心的话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江家父子虽然开拓的条件也不错 但是他的为人 你我都清楚 彼此傲强差远了 是啊 你说得对 董事长对我们这么好 我们应该好好干 别辜负他对我们的一片厚望 傲强 股份分配的事情小慧知道吗 我跟他商量过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怎么 你不高兴了 我没有不高兴 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公司好 我只是觉得那个股份分配协议 写得不够妥当 你应该再加上一点 写得明确一点 无论是谁离职或者被辞退 其本人所持有的股权 公司都有权无条件收回 我曾经这么考虑过 但后来我改变主意了 你为什么改变主意啊 既然是要留住人心 那就要拿出百分之百的诚意 如果加上你刚才所说的那些条件 那就有一种玩弄全数的意思 没有人愿意 心甘情愿地为公司效力 为了保住股份 他们勉强留下 那其结果呢 做一天和尚装一天钟 这样的结果不是我想要的 好吧 那就但愿孔总和蒋总 能够理解你的用心良苦 把新收回来好好工作吧 我相信他们会的 浩强 还有一件事情 我也觉得有一些不妥 你不应该把分配给我的股份 超过好胜了 你担心他会不高兴 当然了 谁都希望被自己的哥哥高看一眼骂 浩盛也不例外啊 我知道你这么分配一定有你的道理 我只是担心他不接受 万一他不理解呢 你对公司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的 如果我给你的股份要低于浩盛的话 那才是真正的有失公平 你放心吧 浩盛会理解的 你还是多跟他聊一聊吧 不要让他多想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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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